4码 然後後刮虎一下 也就是說他加完之後 再把它格式化 再跟Spin 那不就OK了 那可是程式跑到這邊來怎麼辦 幾個做法 我把這邊恢復 一樣改成0033 然後呢再來 程式如果說你要讓他倒車的話 VBA我覺得一個很厲害的點 在其他語言沒有的 就是他可以讓程式 可以讓程式 把他倒車回去 那怎麼樣讓程式倒車 其實我覺得VBA導致還蠻厲害的 這邊有個小箭頭 程式跑過去 你要讓他倒車回去 你只要拖拉這個箭頭 拉回去 他可以再讓你再重跑一次 也就是說如果你跑錯了沒關係 他停在這裡 你可以把他拉回去 知心 有沒有 這個時候呢 如果你跑完這一行 他就會變成這樣子 這個就是我們要的 OK 所以特別注意 那個 VBA我覺得他一個 最大的優點 就是說 他的那個 程式撰寫的環境 跟其他的 程式語言比起來 真的成熟太多 而且非常強大 這一點可以看出來 其實當然你可以用別的方法 因為現在處理大數據不只是有VBA 還有什麼用R語言 我看聽到很多現在比較夯的語言 如果有的時候我比較憂心就是那個語言 在程式撰寫的時候 在程式撰寫的時候 學習的 時間可能要久一點 第二個撰寫的 除色環境可能比這個還困難許多 但是做出來的結果 其實兩個都可以做出來 VBA也可以做出R語言 想要做出來的那個效果 但是 在VBA裡面有個好處 就是說 Excel本身就不需要額外開啟 那R語言需要額外開啟 這大概有幾個比較 OK 好那我們做完之後的話 這個可以把它執行 最後記得把中斷點 再移除掉 OK 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以後呢 如果你遇到 可能你那一行撰寫會有錯誤 可能會有錯誤 或者你可能不知道哪裡有 錯誤 你可以先在某個地方 設個中斷點 然後呢 再配合什麼 偵措裡面的 F8 或者這邊有個組行 讓他組行去跑 OK 好這裡的話呢 我想各位試一下 那這一段程式 在雲端上 也可以看到 利用這樣的方式的話呢 那我就可以很流暢的 將來 有人打電話進來了 然後 哪個客戶 他要訂什麼東西 訂多少東西 那按新增 有沒有 有35 資料有沒有過來 資料有過來了 OK 那你就讓他 一直寫 寫完之後 這邊資料都在這裡 當然這個是指的是你個人單機的啦 如果說將來呢 你需要跟其他人共用的話 通常會把這資料 再 丟到資料庫裡面去 那再丟到資料庫裡面去 當然也可以辦得到啦 也可以再連結資料庫 OK 好 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試一下 來把畫面還給各位 我剛剛講的主要兩個重點 一個就是如何保護你的資料跟公式 第二個就是如果你保護完之後 也輸入了一些東西 你希望可以很流暢的 把你 輸入的東西記錄下來的話 那就可以用我剛剛講的 就是在雲端上面我想你們可以在 雲端白板裡面 的那個 我們這個是銷貨單這個範例 銷貨單的範例裡面 你可以在那個 程式碼裡面 直接把它 彈出視窗 那這一段程式碼就在這上面了 各位可以 再自行參考 所以總共 會有四個邏輯啦 分別就是如何判斷 在銷貨名系的哪一列 第二個是輸出資料 清空資料 單號加一 那也就是將來如果你有 類似的應用 我也建議你先把流程先寫下來 到底我有四個步驟 如果你將來當然你 因為每個表單的需求有 或多或少有不太一樣的地方 那你可以把那個流程先寫下來 那也有時候你可能會遇到 你哪一個 你其他都會 但是你有 某部分不會 就像上個禮拜 同學那個 匡限部分不會 沒關係我可以幫你解決 但是 你要告訴我你到底 不會點在哪裡啦 不是說你 全部都 都要 從頭到尾 要叫我幫你重做 那當然可能會有問題 最好是 你可能自己先動手做做看 如果你做到某部分 實在是卡住了 沒關係 那我可以幫你 推你 幫你去 找到問題點 OK 因為有的 有的時候 真的每一行 各行各業的需求 真的完全不同 那當然我只是跟 告訴各位 一個 共通性的需求 一個那個 解決方法 至於就是每個行業 會有不同的那個 點 可能你 必須還是要 去克服 然後 然後